虽然我从来没有受过很正式的一个人类学训练 我只是一个很业余的人类学著作的读者 但是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呢 我一直受惠于人类学的眼光很多 也常常在不同的场合提到 如果要认识今天的中国 要谈我们身处的环境 我们最好把自己假想为一个人类学家 把自己假想为是一个生长在抑郁的陌生人 忽然被投资到这样的一个环境底下 学习这里的语言 这里的生活方式 认识这里的文化 风土 食物 跟人群 然后呢 把你的获得的一切的经验 再换回用一种陌生的语言 把它写出来 这时候呢 我们就能够得到一个 稍隔一重的眼光跟距离 会比我们平常所熟悉的一切的那种 看自己的方法 更能够清楚 立体的 甚至是更具批判性的 指出我们身上的一些特点 而这些特点 平常我们看不到的 因此是我们的盲点 那么我必须承认 我自己呢 受惠于这样的一个观点 比较多的原因之一 是因为我可能从来不是在大陆生长 我在香港跟台湾生长 生活了那么多年 然后忽然之间 要去观察跟描写跟谈论 今天中国大陆这么庞大的一个地方的时候 我就很难去摆脱这么一种人类学的角度 或者类似于人类学角度的一个视野 但是假如你根本是一个外国人 忽然来到中国的话 说不定你会更容易掌握到这种遥远的距离 所带来的一个观察上的新鲜的刺激跟感觉 那么在过去一年的中国的书室里面 就有这么一个外国作家 他写的中国让很多中国人都觉得非常的叹腐 觉得中国人自己好像都写不出这样的书出来 我要介绍的就是今天我要讲的这本书 甲骨文的作者何伟 Peter Hesler 其实何伟呢 今天大部分的中国熟悉书室的读者都不会对他陌生了 为什么呢 因为在2011年 他的《寻录中国》被好几个书榜 大概有几十个书榜列为年度的好书 甚至是年度十大好书的榜首 这是很特别很特别的一件事 一个外国人用英文去写一本关于中国的书 而在中国获得这么大的认同 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那其实呢 很多年前啊 大家就已经开始认识到Peter Hesler何伟这位作家了 我最早看他的书呢 是当年就他第一本书出版 那时候已经收到很多好评 我就买来看 那本书就是江城 River Town 但是很遗憾当时买那本英文本 不晓得扔到哪去 所以没办法 今天在这里跟大家仔细谈它 那么那本书呢 讲的就是何伟第一次来到中国的那几年的一个经验 那是九十年代末期 他来干嘛呢 其实说起来呢 何伟呢本来就是个喜欢旅行的人 他大学的时候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念书 后来又到了英国牛津大学主修英国文学的硕士 有很好的学历 那么拿了很不错的一个奖学金 但是呢 他没有回到自己的国家 然后去继续追求他的学术上的生涯 或者是一个正统一点的文学创作的道路 而是跑去旅行 那么最后呢 他那种不愿意定下来的性格 大概就是他参加了美国的和平团 peace cop 那么这个组织呢 历史上的名声有好有坏 他的确在世界各地帮忙做了很多事情 但同时我们也都知道 他是冷战时期的美国的产物 被认为是一个美国文化冷战工具的一部分 不管他无论如何 九十年代末期的时候 何伟呢 就参加和平团的工作 到了中国 在四川 一个长江大坝 即将三峡大坝 即将建起之前的一个小城镇边 教英文 那个小城镇呢 几十年没有见过外国人了 那么他忽然在那边教书 然后他把这段经历就写成了Rivertown那本书 那么这可以说是他后来整个中国三部曲的第一部 一出版之后没多久就得奖 而且备受好评 我也读过那本书 我也挺喜欢 那么但是接下来呢 他写的今天我要跟他主要谈的这本甲骨文呢 就是一个把他的名声推上另一个台阶的一本著作 那么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呢 他已经获得了一个驻华的记者班的一个职位跟工作 我们知道在中国有很多外国媒体的记者 派驻到中国来 有他们的记者站办事处 但平常一般中国人呢 也许不是太容易了解这个圈子的人是怎么生活 怎么工作 那么而Peter Hesler 他最初呢 是帮在这个工作的范围里面做的是 等于是最低级的工作 就是所谓的简报员 那么现在基本上这个行业已经消失了 我们看他做的是华尔街日报北京办事处 而且他是最后一个简报员 就会帮报纸呢 收集中国各地的新闻材料 然后分门别类 按照档案画好 然后就在甲骨文这本书里面呢 他也列出了当时他做的很多这种档案收集的这些名目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看 他怎么形容那些日常新闻报道工作 后来他也的确干起了记者的工作 他说在日常新闻报道上面 我一向不是很在行 我的工作速度缓慢 会拖截稿时间 我没有培养人脉 我引用好的记者不会引用的人的话 比如说计程车司机 女服务生朋友 我花很多时间在餐厅饭馆 我回避记者会 我恨讲电话 一件让新闻记者得精神关门症的事 我尤其恨深夜打电话给美国学者 即使这样我就可以引用他们有关中国新闻的谈话 我早已知道中国站在发生什么事 正常的人这时候都早就睡了 然后他又说在中国很多外国记者请翻译 帮他们找访问对象 但是记者在报道中很少提及这些人 就算你是单枪匹马 你是外国记者的身份 还是会影响受访的中国人的反应 但是在一篇用第三人称写的报道中 这一点很难被交代的很清楚 那么于是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 为什么他要写他这种 我们现在主要叫做即时性创作的这样的一种文体 而放弃了一个新闻记者的道路 那是因为这里面展示出来的书写对象 远远要比新闻记者固有的那种模式跟格式 要更丰富 比如说这里面他谈到他教书的时候 他的学生美国是透过一本叫美国的调查的教科书 里面常常讲到美国各地的抢劫强暴案 那么他说这样的文章让人很难教 文中提到的细节可能全是真的 但是这些讯息对偏远的中国学生是没有帮助的 他们需要内容但不是琐事 你透过这样的一些强暴案枪杀案的例子 你认识了真正的美国多少 同样的关于中国的新闻 又能够让我们认识中国多少呢